巴特尔17岁儿子心照曝光,身高超两米网友,少女杀手中国篮球迷都知道,巴特尔、姚明、王志志,租成的三座移动长城,曾经为中国篮球带来了许多荣誉,大巴和妻子已经结婚21年,感情依然很稳定,两个妓女已经工作,而大巴的亲生儿子名叫巴恩泽,2001年在美国出生, 儿时的巴恩泽13岁的巴恩泽如今,巴恩泽已经17岁了,据巴特尔在本月于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的视频来看,儿子仅仅比他矮一点,巴特尔为儿子打扣巴恩泽荣耀蓝图挤锦巴恩泽,15岁身高就已超190厘米,巴特尔的官方身高是211厘米,从照片判断,巴恩泽的身高应该超过2米, 在视频中,巴特尔父子打起篮球来,只见巴恩泽身手敏捷,晃过了父亲,很轻松地上篮,不过很可能是巴特尔没有认真帮他的缘故,昔日谈到巴恩泽的培养时,巴特尔曾表示,会在巴恩泽长大后,将他送到美国的篮球学校学习, 如今,巴特尔主要是在国内发展,17岁的儿子也随他在国内,巴恩泽除了身高超2米,球技高超之外,颜值还颇高,很有少女杀手的潜质, 网友表示,看起来巴恩泽虽然继承了父亲的身高基因,但是长得不太像巴特尔,反而像母亲,不管怎么样,希望他未来可以为祖国篮球出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